80岁的毛泽东主持了会议 他的动作看起来已经有些迟缓 身体是明显衰老了 今天 打飞 开始 新生的江沿来战区 就报告 同志们 中央共产党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在 和五年前召开的九大有所不同的是 林彪集团的人消失了 陈云 邓小平等一批在文革中受到排挤和打击的老干部 出现在主席台上 这仿佛传达着一个信息 党内的健康力量在恢复和加强 但是 江青集团的势力 也在这次大会上进一步扩张起来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 周恩来宣布了一件人们盼望已久的事情 同志们 最近 我们还要举行第四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 和国国 革命人民 对我们党 对我们国家 寄托着很大的希望 我们相信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我们全党一定能够 好